各位錶迷你們好! 很開心終於拍到這段影片 多難才拍到 總之兩隻錶都是非常搶手的手錶 這個錶題說真的未拍已經想好了 就是電視風雲 我記得千禧年的時候 亞洲電視好像一套劇叫電視風雲 配合這段影片 因為現在就有Multiple TV Big Dates 限量版之前介紹過搶購一號 這隻錶是沒得買的 其實都是錶迷借出來給我拍的 所以大家不要問你在哪裡買 沒得買 這隻錶的錶是大約40mm 當然它的枕型設計當然大很多 厚度大約12mm 這隻錶真的很漂亮 說真的,瑞士手錶Swatch竟然這麼有創意 整個錶面本身叫TV 整個錶面都是以前的電視 整天出現的畫面 還有非常立體 有些鍋釘的設計 還有大日曆 12時位置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轉去某一個日子 就是12後 電腦雙轉盤一起在動 真是賞心樂事 移動兩格當然有停秒功能 可以調節時間 有100米防水性能的手錶 機身耳熟能長 就是Caliber 80 80小時動力儲備 還有Nevacron的鈦油絲 高度抗磁 又高度抗磁 有80小時動力儲備 還有透底是否很棒 還要限量999隻 當然是全球都沒有了 所以找到一隻來拍 已經很開心了 今次還有海鷗電視 看來這個電視 較小的電視 剛才那隻Middle 是大電視 這個較小的電視 標徑是40mm 這隻是36mm 厚度是11-12mm 厚度跟剛才那隻差不多 但感覺上是薄一點的 至於標2去標2 是不過40mm 是39mm 所以整隻標 都比剛才Middle那隻標 更加低色 更加復古的 還有這隻標 是有升旗日曆的 剛才Middle那隻 就有大日曆 這隻取而代之 就有升旗和日曆的 而升旗看來 還是相與廣播 還有中文的升旗 我相信 資歷多些的標迷 或者有些新的標迷 都很喜歡中文的升旗 坦白說它夠特別 現在的手錶 真的不是很多有中文的升旗 這隻就有了 真是難以抗拒的一隻手錶 很有特色的手錶 亦做了枕形的設計 但是整隻手錶 就更加小隻 低色的 或者拍另一隻給大家看看 Middle那隻 就比較大隻 還有帶子 都是新潮的帶子 你見到 海鷗這條帶子 真的 老實說 比較單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隻標上 有異常感配合 因為整隻標都是復古的 以前那些標殼 標打 其實就是差不多 亦有做透底 看到海鷗ST-2100 機身 亦有做打磨 看見桌有直線打磨 甲板 亦有些好像是輿論文的打磨 所以做透底 有些東西看看 都不錯 把兩隻標拍給大家看看 當然海鷗就不是這個 瑞士80小時機身 但是我覺得它做透底 亦有看見打磨 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首先戴上Middle 有這隻TV Big Dates的限量版 很有份量 亦有瑞士夜光 照一照給大家看看 這隻 我覺得就是新潮很多的手錶 構造也非常堅固 一隻手錶 100米防水 至於海鷗這隻大順手 就輕很多 復古感 我就覺得強很多 夜光 亦沒有Middle 那隻那麼厲害 Middle 那隻Super Luminova 就厲害很多 這隻 就不是防水100米 是防水50米 亦都不是限量 Middle就是限量 而這隻海鷗 就不是限量 即是說 會不會多些朋友 有機會買到這隻海鷗的手錶 再拍兩隻 給大家看清楚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隻多些呢 其實這一集 我沒有特別說 是完全不公平比拼 因為價錢差距 又不是說大得很重要 十倍二十倍 其實Middle這隻 如果大家買到 定價買到的話 就是一萬多港元的定價 而海鷗這隻 就是三千多港元的定價 如果大家之前買到 Middle TV Big Date 限量版的話 恭喜你 因為已經被人掃了 但如果大家買不到 都恭喜你 因為現在海鷗 都有電視面的版本 大家還可以考慮這隻 最好 就上手試一試 講到上手試一試 去哪些地方呢 我之前有條片 介紹CGOW的1963 追風者系列 都說過 有五個地方 不厭其煩再說多次 首先 尖沙咀最新的小眾牌子標項 RAM 那裡可以看到 佐敦預畫國貨的榮記標項 旺角的The Wardrobe 大角咀的七寶標項 以及香港島代表 北角的長達標項 都可以看到 記得看過這個頻道去 在這裡也要多謝 借出這隻Middle電視面 限量版給我的標迷 如果不是 你仗義幫忙 就不會有這集的比拼出現 不知道大家下次見到 甚麼標的比較 就拭目以待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